MING PAO TORON 在剛才的英式巴士對面 有一輛美式校巴 到處還裝飾得很漂亮 這裡的店主很喜歡美國的風格 所以他參照美國的舊屬山 去設計這個地方 我們看看這裡賣什麼美國風格的東西 這間美式的校巴 已經被店主改建為一間雜貨店 其實我以前在加拿大讀中學的時候 也坐過一輛 當時還暗戀了一個印度籍的男生 然後第二年我就開始自己開車 所以就沒有下文了 好, 我們看看這裡, 好嗎? 這裡的雜貨都是店主在美國搜集回來的 看到很多都是美國很出名的卡通人物 有傻孝、玩具故事、竹仔的幾隊 有啤酒咧、Betty 還有Tommy仔 好, 下面還有很多在酒吧偷回來的杯墊 這些不要讓人這麼尷尬, 不能外出 有很多空間的, 沒錯 後面有正常的東西 超級天使用的 錄影帶 這個更厲害 是Michael Jackson的 但太敏, 如果你家裡還有錄影機 我就送這兩盒給你 這杯帶要3480千日圓 就是170元港幣 買得挺昂貴的 有個真情呢? 再補音單 旁邊讓你放小筋在這裡 一開就對了 別裝神情了, 你們知道是甚麼 看這裡 這一堆杯全部都是美式的 牌子、公仔, 還有美國旗 980日圓一個, 即是50港幣一個 也不錯, 這個價錢買回去 隨時會猜到, 覺得有多有趣 這個是收音機的鐘 黑膠碟的鐘 還有80年代劇設帶的鐘 不僅能聽到, 還能看 要1380日圓 即是60港幣左右就能買到 回去慢慢看 又找到有趣的東西 這個是黑膠碟變生果盤 這碗碟 摺得很漂亮 完了, 2380日圓 即是一元港幣 美式的東西就點紙雜貨 帶你多上一層看看 再上一層, 就是美式的古著店 都是T恤圖圍著, 比較鬆身一點 這件也可以 你的鄉下在哪裡? 保安, 保安員 保安 穿著這件衣服 可能去很多不同的大小演唱會場合 都可以免費入場 買回來都值得 4400日圓, 百多港幣 有很多展示給你看 看完黑色就看白色 古著店通常都要很努力 看著, 而且要眼明手快 好, 我有一件照片拿出來 但你會剪走的 四個英文字母, 自己猜 再給誰看得對 不要說了, 今天講得太多了 對嗎? 這件很有趣 大家有沒有曾經喜歡過甲蟲車? 這件就是當年的甲蟲車 還有甲蟲的圖片在上面 4800日圓 就是200多元左右買到了 除了甲蟲車外 也有很多運動的蟲衣 那些款式也挺復古的 這件挺漂亮的 這件賴蟹 這個款式也挺復古的 又沒有剔, 又沒有交叉 只有三種顏色 只有在拉鍊頭上看到它是賴蟹 這件穿出來也挺有型的 這些款式也應該很耐力, 試試一下 哈里最有名的就是電單車 它也有很多衣服 駕駛駛駛的哈里佬 通常穿皮褲多 但是哈里出的牛仔褲 就少有, 男裝的 這條哈里牛仔褲 要13800日圓 即是700港幣 看看這邊 有駕駛駛 A noise pollution 駕駛駛, 不是噪音 是ACDC 也是美國的一隊樂隊 5600日圓 也是300港幣 這件極具收藏價值 官方的Nike出品 將不同年份的Tag 套在上面, 組合出來 其中這個Tag 是最舊的 1970年的出品 厲害, 這件 但是價錢 竟然只需要4800日圓 即是200多港幣 就買到了 Nike支持者, 自己來了 所以, 我就不買了 讓給你 還有這條簽名的甲乃伊 是這個Haha的出品 這簽名就是地方藝人 來光顧的人 就幫他簽名 不過他也賣的 不是非賣品 賣20000日圓 連簽名賣給你 不過先拿上身拼一拼 我已經拿上身 其實腳已經去到地上了 拼一拼, 我就是這樣 穿得… 兩位高的人才穿得到 Michael Jordan 宴敬天 不要說了 今天說得太多了 很重 可以 說完了嗎? 來密島, 密島堡 密吾島堡, 密吾島堡 來打卡也不錯 來打卡也不錯 兩天一夜的密島堡, 我玩完了 如果是自駕遊, 就真的沒得彈了 下集回市中心, 繼續玩